在五彩斑斓的娱乐圈,总有那么几对CP让人分外关注,这次,谭松运的新恋情传闻可谓是掀起了一阵吃瓜热潮,有眼尖的网友发现,谭松运和徐凯不仅在个人穿搭上用了同款单品,甚至连耳机线都一模一样。 而此前,二人曾经大放承认对彼此有好感,这让粉丝们的CP滤镜愈发浓厚,而我们的王凯,这次恐怕真的要腿毛一抖了。 那么,谭松运究竟对谁才是真动心呢?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最近的一次公开活动,当时,谭松运和徐凯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场合。 然而,细心的网友们发现,两人的服饰风格竟然如出一辙,同款卫衣,同款牛仔裤,同款运动鞋,简直是情侣装既视感。 当然,最令人惊讶的还在后面,竟然连两人佩戴的耳机线也完全一致。 这让无数双眼睛一秒钟就捕捉到了糖分,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糖我可以一直吃下去。 再说说真相定律,曾经有很多人对他们的CP表示怀疑,觉得这只是为电视剧炒热度的一种营销手段,结果,随着剧情和互动的推进,越来越多的观众被俘获。 纷纷成为真相现场的见证者,而这次的同款细节,更是将真相体验推向了另一个高潮。 面对这些似乎实锤的证据,王凯的粉丝们表示相当忐忑,毕竟,王凯和谭松韵之间也是有过不少甜蜜瞬间的。 例如,在某次采访中,王凯曾大放表示对谭松韵有好感,两人互动时的小甜饼不禁让人心动不已。 而现在,粉丝们的心情简直就是心理一动,小拳头砰砰累,说到王凯,大家当然记得他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。 而这次面临的情感危机,网友们也开始各种脑补剧本,有人戏称,王凯这次要不开直播来个正面纲,否则观众们都要脑补到飞起了。 不过,我们也要扪心自问,谭松韵这位人气女演员,魅力何在,她不仅演技精湛,而且在生活中更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小太阳。 她的帅真,幽默以及对朋友和粉丝们的无私付出,都让她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神。 所以,不论她最终选谁,我们都希望她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。 当然,娱乐圈向来充满了不确定性。 一次同款并不能说明一切,更可能是两位明星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品味和兴趣。 也许他们只是好朋友,彼此分享时尚心得,这也不足为奇,正如网络热耿所说,吃瓜群众总是最快乐的,所以不如先期待一波接下来会发生的甜蜜时刻。 值得一提的是,粉丝们那种佛系追星的态度也是相当令人钦佩的。 他们不争不强,一心只愿偶像们幸福快乐,这样的心态不仅让娱乐圈变得更加温暖,也让偶像们感受到了来自粉丝的无限支持和真诚祝福。 总之,不论谭松韵最终的情感归属如何,双凯之争已经让吃瓜群众们大吃特吃。 期待未来的日子里,这几位实力派演员继续奉献更多精彩的作品和高光时刻。 毕竟,不论是真相定律还是佛系追星,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,观众们永远是抱着一颗期待与好奇的心,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与辉煌。 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,明星们的一举一动总是能引起网友们的无限遐想。 最近,谭松韵的一则新恋情传闻,就像一颗重磅炸弹,瞬间引爆了网络,他和徐凯的同款衣服。 而极限,这些小细节被网友们捕捉到后,立刻成为了热门话题,曾经的互相承认有好感,让这次的传闻更添几分可信度。 而王凯,作为谭松韵的另一位绯闻对象,似乎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 那么,谭松韵究竟对谁才是真动心呢?让我们一探究竟,首先,让我们来聊聊这对一品惊人的明星情侣。 在这个撞衫不可怕,谁瞅谁尴尬的时代,谭松韵和徐凯的同款衣服,无疑是对时尚品味的一种默契认可,而耳机线都一样。 王凯的心情,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佳诠释,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。 明星们的恋情总是能引起网友们的极大关注,谭松韵和徐凯的恋情传闻,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流量收割,而王凯的慌了状态,也让我们看到了明星在面对恋情传闻时的真实反应。 不过,说到底,恋情终究是明星的私事,我们作为旁观者,不妨以一种佛系追星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。 毕竟,官宣与否,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,我们能做的,就是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尊重。 总的来说,谭松韵的新恋情传闻,无疑为娱乐圈增添了几分趣味和话题,无论是徐凯还是王凯,我们都希望谭松韵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毕竟,在这个真相定律横行的时代,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? 希望谭松韵,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,都能保持那颗纯真的心,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而对于这段恋情,我们只能说,让我们拭目以待,静待花开,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最近的一次公开活动。 当时,谭松韵和徐凯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场合,然而,细心的网友们发现,两人的服饰风格竟然如出一辙,同款卫衣,同款牛仔裤,同款运动鞋,简直是情侣装既是感。 当然,最令人惊讶的还在后面,竟然连两人佩戴的耳机线也完全一致。 这让无数双眼睛一秒钟就捕捉到了糖分,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糖我可以一直吃下去。 再说说真相定律。 曾经有很多人对他们的CP表示怀疑,觉得这只是为电视剧炒热度的一种营销手段。 结果,随着剧情和互动的推进,越来越多的观众被俘获,纷纷成为真相现场的见证者。 而这次的同款细节,更是将真相体验推向了另一个高潮,面对这些似乎实锤的证据。 王凯的粉丝们表示相当忐忑,毕竟,王凯和谭松韵之间也是有过不少甜蜜瞬间的。 例如,在某次采访中,王凯曾大放表示对谭松韵有好感,两人互动时的小甜饼不禁让人心动不已。 而现在,粉丝们的心情简直就是心里一动,小拳头砰砰累。 说到王凯,大家当然记得他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,而这次面临的情感危机,网友们也开始各种脑补剧本。 有人戏称,王凯这次要不开直播来个正面刚,否则观众们都要脑补到飞起了。 不过,我们也要扪心自问,谭松韵这位人气女演员,魅力何在,她不仅演技精湛,而且在生活中更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小太阳。 她的率真,幽默,以及对朋友和粉丝们的无私付出,都让她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神。 所以,不论她最终选谁,我们都希望她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。 当然,娱乐圈向来充满了不确定性,一次同款并不能说明一切,更可能是两位明星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品味和兴趣。 也许他们只是好朋友,彼此分享时尚心得,这也不足为奇。 正如网络热耿所说,吃瓜群众总是最快乐的,所以不如先期待一波接下来会发生的甜蜜时刻。 值得一提的是,粉丝们那种佛系追星的态度也是相当令人钦佩的,他们不争不强。 一心只愿偶像们幸福快乐,这样的心态不仅让娱乐圈变得更加温暖,也让偶像们感受到了来自粉丝的无限支持和真诚祝福。 总之,不论谭松韵最终的情感归属如何,双凯之争已经让吃瓜群众们大吃特吃。 期待未来的日子里,这几位实力派演员继续奉献更多精彩的作品和高光时刻,毕竟,不论是真相定律还是佛系追星。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,观众们永远是抱着一颗期待与好奇的心,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与辉煌。 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,明星们的一举一动总是能引起网友们的无限遐想。 最近,谭松韵的一则新恋情传闻,就像一颗重磅炸弹,瞬间引爆了网络,他和徐凯的同款衣服,耳机线。 这些小细节被网友们捕捉到后,立刻成为了热门话题,曾经的互相承认有好感。 让这次的传闻更添几分可信度,而王凯,作为谭松韵的另一位绯闻对象,似乎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 那么,谭松韵究竟对谁才是真动心呢? 让我们一探究竟,首先,让我们来聊聊这对一品惊人的明星情侣,在这个撞衫不可怕,谁瞅谁尴尬的时代。 谭松韵和徐凯的同款衣服,无疑是对时尚品味的一种默契认可,而耳机线都一样。 这不接让人想起了那句网络热梗,确认过眼神,我遇上对的人,这不接让人好奇,他们之间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境界。 然而,就在网友们纷纷猜测这对CP是否要官宣的时候。 王凯的慌了状态,又为这段恋情增添了几分戏剧性,这不接让人想起了那句网络热词,我太难了,王凯的心情,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佳诠释。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,明星们的恋情总是能引起网友们的极大关注。 谭松韵和徐凯的恋情传闻,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流量收割,而王凯的慌了状态, 也让我们看到了明星在面对恋情传闻时的真实反应。 不过,说到底,恋情终究是明星的私事,我们作为旁观者,不妨以一种佛系追星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。 毕竟,官宣与否,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,我们能做的,就是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尊重。 总的来说,谭松韵的新恋情传闻,无意为娱乐圈增添了几分趣味和话题。 无论是徐凯还是王凯,我们都希望谭松韵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毕竟,在这个真相定律横行的时代,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? 希望谭松韵,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,都能保持那颗纯真的心,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而对于这段恋情,我们只能说,让我们拭目以待,静待花开。